大家好,夏天来了,阳光灿烂,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景象 正是拍摄日系高调胶片感的好时机 所以今天我们就快速的学习怎么调整高调胶片感的小技巧 让你的摄影充满夏日的气息 虽然这种风格已经不新鲜 但是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视频 能够让你理解更多的调色原理,学到新东西 好,为了让大家快速的实现这种效果 我也特别准备了这种风格的预设 你可以用到自己的照片中 在后面我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 好,这一期Just You的合作摄影师是Joseph 熟悉我的小伙伴应该对他不陌生了 还是老规矩,想要跟着视频一起练的话 请留言获得本期用到的素材和预设 好,我们在Camera rule中打开照片 这一期的照片你也完全可以用Lightroom来完成 好,现在我们看到照片的高光过曝 人物是在阴影中 所以在照片中就显得很灰暗不明确 并且阴影太多的话 整张照片的颜色也会显得灰灰的不通透 我们在直方图上也能够看出来 好,日系高调胶片感的特点 通常是画面整体比较明亮 有一种阳光明媚,充满活力的氛围 而现在我们的照片明度和颜色都达不到高调清晰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的调整顺序会和平时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会先调整曲线,然后再去调整曝光 因为如果按照平时的流程 我们先调整它的曝光 再用曲线去实现胶片的效果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对比度过高 或者是亮度过曝这些问题 所以这类型的照片我们可以直接从曲线开始 胶片感曲线的原理我们在前面那一期讲到过 当中也送给了大家不同强度的胶片感预设 大家可以去领取或者是下载这一期的素材 好,在曲线的预设这里 我们选择just you曲线raw 效果加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直方图的亮部和暗部都有被限制 也就说明照片中没有了纯白和纯黑色 现在呢我们就到亮的板块去调整它的曝光和对比度 好,我们看到虽然照片有局部的地方过亮 但是它的整体还是过暗的 人物也在阴影中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增加照片的曝光度 亮部有过曝的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降低高光去恢复亮部的细节 好,现在阴影还是过暗 所以我们提亮阴影 但是也不要太多 放大看 大家就会看到阴影提亮太多的话 画面就会显得很粗糙很毛躁 所以这里我们就增加一点阴影 然后再去提亮黑色 照片就会变得更加明亮通透了 你看调整前和调整后 好,如果之前我们从调整量开始再去调整曲线的话 那之后我们肯定会反过来再去修改这一步 这样的编辑顺序虽然没有不对 也可以调好 但是它不是最优解 好,这几个照片曲线的使用方法 你可以根据自己照片的明度和对比度的情况 来选择强中弱的效果 之前的这支视频我们有讲怎么去使用 好,现在曝光和曲线的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就到颜色 现在照片是偏暖的调子 但是一般日式的高调风格都会偏冷一些 阴影中通常都带有青色 而现在我们看到照片中只有橙色和绿色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色温向蓝色的方向调整 给阴影里增加青色 在调整时呢 我们可以参考肤色的变化 只要调整的强度不会过度的影响肤色 让肤色看起来很奇怪就行了 好,比如调整到这里的时候 阴影虽然是偏青色了 但是人物的肤色不对劲就不行 人像摄影正常的肤色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不调那么多 接下来我们再到校准 这里我们不用去调整蓝颜色的色相 因为这张照片的澄清色调不会用到校准 这里我们只需要增加蓝颜色的饱和度 为什么呢 大家看 因为在增加蓝颜色的饱和度时 照片中主要的几个颜色 比如绿色、橙色和青色 它们的饱和度都得到了加强 我们在JSU的调色训练营里 专门讲过校准的原理 也讲到过照片看起来发挥 不通透 除了是明度和对比度不够 颜色的饱和度也决定一张照片的通透和清晰度 并且一张照片的饱和度不够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颜色可以供我们去调整 好 接下来我们到浑色器 现在照片中主要有青色 也就是刚刚我们在调整色温时增加进去的 还有肤色的橙色和植物的绿色 它们在色轮上的位置是这样的 好 按照配色法 如果我们要让绿色和青色更加和谐统一 那么就可以把绿色向青色的方向调整 再降低绿色的饱和度 让青色和绿色在色轮上更加接近 这样在视觉上就会更加统一和谐 好 在前期拍摄时 为了避免人物被阳光直接照射 出现过曝和明暗对比很强烈的问题 所以摄影师让女孩站在了阴影中 我们用lab调色法就可以看到现在肤色的明度大概是在78左右 我们之前讲过lab调色法 一般亮掉的肤色明度应该是在80到90之间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可以在直方图上鼠标右键 勾选显示lab颜色值 l就是代表明度 好 现在我们增加肤色橙色的明度 大家在调整时需要注意一个度 因为增加太多的话就会出现色边 大家可以把照片放小一点来看 就比较容易看到整体的效果 好 再调完后 我们再把鼠标放在人物的脸上 看一下labl的明度值 好 现在l显示的是79 肤色的明度差不多就接近了 待会我们可以再用蒙板 把人物稍稍提亮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到颜色分级 高光的颜色是准确的 不用去调整它 这张照片 我们只要在阴影里去增加一点点青色 统一阴影的色调就好 这里调整中间调 会影响肤色 所以你想要肤色更健康一点 橙色和青色的对比加强一点 那么在中间调理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橙色进去 接下来我们就到效果 增加晕影 让照片的中心更加突出 好 我们看到照片中女孩的皮肤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小瑕疵 也是她的个人特点 不用刻意的去磨皮 自然一点很好 所以我会直接增加颗粒 让它有胶片的效果 如果你需要清理人物脸上的瑕疵的话 可以用修复的工具去清理掉 如果因为各种原因 你没有办法去使用新的生成式AI 那么用之前的老工具 效果大致上也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看到照片就有高调胶片的感觉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到蒙版 选择主体 这里我们不需要去提亮它的曝光 因为提亮曝光的话 人物就会和背景脱节 人物就像是贴在背景上的一样 原因是增加曝光 会提亮整个暗部 而人物和背景要一致统一的话 那么他们的暗部就应该差不多是一致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只需要增加高光和白色 让人物更亮 而阴影的明度不变 这样人物和背景就不会脱节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会做合成 而他们遇到背景和人物不和谐 有脱节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阴影的明度不一致 好 现在我们还是用鼠标放在人物的脸上 肤色的明度是81 如果我们还想让它再明亮一些 那么就可以在新建盟版选择人物 勾选面部皮肤 唇和身体皮肤 创建 再增加一点高光和白色 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肤色的明度是85 已经很不错了 在画面中也很明亮突出 最后我们就增加锐化值 让画面中的大轮廓更加清晰 好 这张照片的调整就完成了 过程很简单 这张照片的调整预设 在其他照片中也同样适用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使用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我们打开一张照片 点击右边的三个小点 载入设置 选择JustYou夏日XMP文件 在下载包里可以找到 如果你是跟着本期的视频 调整完的话 就可以直接打开你的照片 点击三个小点 应用之前的设置 就可以掏在其他的照片上了 不同情况的照片可能在使用预设之后 还需要去微调一下 比如这一张 我们可以降低阳红色 遇到面部不够亮白的 可以增加一个萌把 去做局部的调整 照片本身的明度较高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降低曝光 儿童的照片也可以使用 照片本身比较明亮的话 在使用预设之后 稍稍降低曝光就行了 好 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希望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 如果这个预设对你有用 请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最后祝大家夏天快乐 我们下一期见